好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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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n 你好 Changwa 你好 好久没见了 哇 真的 好久没见 为什么那么开心 我看到你就好开心啊 刚刚去旅行回来香港 是 因为我之前做完演唱会休息嘛 然后就一直在 其实这旅行休息陪家人 陪孩子 很久没有真的好好去跟他们相处嘛 所以就最近也是通关 所以可以去不同地方去旅行 我觉得也是需要的 但是你的儿子没有他出去的 没办法 因为他要开学 然后就是可能在一些公众假期的时候 就可以带他 本方说其实之前 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已经带他去了一趟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都好好念书就是这样 但是他有没有婚过你 为什么没有他一份 他就是在我生日那天的party 他没有来他都有一点不开心 因为他会觉得他现在长大了 都知道怎么去讨论 他都会说 妈妈为什么每一次你生日的庆祝 我都是在2月1号 但是你2号才是party 我就因为你是小孩子不太方便 但是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我是你儿子我应该去的 他想一下我都觉得是 但是这是成年人的那些party 都不好 所以呢他就说 应该是明年开始应该跟我一起 最重要的日子 对对对对 那明年50岁 我就肯定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觉得他就好 就是这样吧 哇好玩的OK咯 因为今年的之前有什么结果 所以说实在话 因为上次就是准备了一个演唱会 然后真的是真心想休息一下 然后就想一下 但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除了放假 我觉得就是就有做一些训练 比方说去提升一下演出的技巧 一些唱歌的声乐 因为我觉得那种是我自己最放松的一种生活的习惯 所以就是这样吧 随心吧 嗯 受信比较重要一点点对你 对我就是走到现在 不需要很做很多工作的那些压力 而是应该你准备好自己 真的遇到一个好的演出的时候 你就将自己的水准 跟你想表达的东西 发挥到最好 所以我觉得 那个才是重点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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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